世界上一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,这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。 他们有的境内风景优美,有的历史悠久,还有的经济发达。 每一个国家都有完整的领土与各种权益。 但各个国家的国家面积,却有很大的差别。 说起面积最小的国家大部分人,都能够回答出是范蒂冈。 但是要问起面积第二小的国家,能准确回答的就是少部分人了。 其实第二小的国家是摩纳哥。 摩纳哥,欧洲城邦国家,走面积2.02平方公里。 摩纳哥是世界上少有的国中国之一。 除了南部市靠近地中海之外,其他三面都被法国包围。 它是一个典型的微型国家,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。 摩纳哥面积虽小,但却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。 人均GDP,能够达到16万欧元之高。 国民极为富裕。 是目前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。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摩纳哥,能够有如此高的经济水平呢? 由于摩纳哥的面积非常小,这里的自然资源十分稀缺。 因此这里的经济主要依靠博彩、银行业和旅游等服务业为主。 同时发展一些小型、高附加值,且无污染的工业。 摩纳哥经济的发展需要投入的资源较少。 以最小的投入,获得了最大的收益。 另外,摩纳哥还有世界赌城支撑。 所有赌场的收入,占了国民经济中的很大比例。 高收入相应的带来了高消费。 虽说摩纳哥居民的收入普遍很高, 但他们的日常开支,也明显高出其他地区。 在这里即使是一瓶普通的可乐,也需要花费29元人民币。 但这都不是最夸张的。 这里最贵的商品还是房子。 稠迷的人口导致了摩纳哥寸土寸金的特性。 对于高昂的房价,我国的居民可谓深有体会。 很多人都沦为房奴,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偿还房贷。 可是与摩纳哥的房价相比,我们国家的房价,可谓小屋见大屋。 当地的房价折合人民币,基本在41万元一平米。 虽说摩纳哥的房屋价格不菲,但依旧有大量的人移民到这。 事实上摩纳哥本地人只占了16%。 这些移民基本上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富豪。 富豪们纷纷移民到摩纳哥,主要是因为这里不收个人所得税。 富豪们省下的税费,用来购买房屋,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。 大量富豪来到这里在拉高人均收入的同时,也为当地级高的消费,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 摩纳哥就像一颗钻石一般。 个头不大却十分有价值。 闪闪发光。 免税的政策为他吸引了大批富人。 大批富人提高经济水平。 经济水平带来高水平消费。 如此回圈往复。 不断进步。